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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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描淡写的一击 瞬间就将空向灭掉 张三丰自创的太极拳剑也是非比寻常 张无忌掌握其中奥义之后 连败赵明镜下三大高手 还凭借太极拳的炼气之法 在闯金刚伏魔圈的时候大放异彩 就当张无忌身怀九阳真经 乾坤大挪移太极拳剑 圣火令武功的时候 他回过头来再看看张三丰 越发觉得张三丰深不可测 综合金书对张三丰的描写来看 张三丰几尽修仙得道的境界 有点超凡脱俗的味道 超越张三丰 可能是因为张三丰乃真实的历史人物 金庸就算要捧高张三丰的武高境界 也不敢太过于虚无缥缈 反观以下三人 他们都是金庸自创的虚拟人物 由于脱离了历史人物的框架 他们的武功造化都凌驾于张三丰之上 第一位便是狗哥石破天 石破天的武功为什么高过张三丰呢 来看看武功哲学的对比 张三丰创制的武当派武学 以静制动 讲究发力得当 后来的太极心法 讲究阴阳转换 讲究忘记招数 让拳法形成一个个圈子 也就是说超出之前武功招数的范畴 而石破天呢 他在把太玄经融会贯通之后 已经是把所有招数都融合尽了 甚至于内功 轻功和外功都成为了一体 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随心所欲 就是想怎么打怎么打 力气足够大 速度足够快 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想如何就如何 这样的境界就是张三丰也到不了 这时候的石破天 任何的武功秘籍都没有了意义 想打的话就是随手打过去 不可能有人抵挡得住 所以说从武功哲学上 石破天的境界已经高过了张三丰 武功自然是更高了 金庸之所以敢将 侠客行的武学设定的天马行空 无非是侠客行并没有历史背景 在这个高手如云的江湖世界里 金庸发挥想象 大胆设定 这才有了石破天一生毁天灭地的神功 相对于战王的郭靖 退隐的杨过和张无忌 金庸笔下的石破天 完全不受真实历史事件的影响 于是侠客行就有了玄幻仙侠的味道 第二位 扫地僧 众所周知 天龙八部以玄幻神奇著称 书中的高手不仅指主角 就连配角们也有一身金氏骇俗的武功 作为天龙第一高手 扫地僧的武功也超越了凡人 就连金庸本人也对扫地僧用了一个词 那就是魂不似血肉之躯 先不说扫地僧身上的三尺气强是多么的玄幻 就比较一点 就知道他的武功在张三丰之上 我们都知道 张三丰曾经被少林西域金刚门的高手偷袭 导致口喷鲜血 身负重伤 以至于在随后面对蒙古郡主赵敏 带来的一般西域高手的时候 心中已经没有了必胜的把握 情况紧急之下 张无忌临危受命 他献血献脉练成了太极拳剑 这才击退了赵敏徽下三大高手 而扫地僧面对武功比那位金刚门弟子高得多的揪魔智偷袭的时候 恍若未绝 从这一点看 扫地僧就比张三丰高出一个段位 紧接着 扫地僧因为要一招之内打昏萧远山和慕容伯两位决定高手 还不能让他俩受伤 这难度简直是天顶星级别 这种情况下 空门打开 被战神萧峰十成功力的一击降龙十八掌打伤 结果扫地僧也是口吐鲜血 肋骨断了树根 从伤势上看 扫地僧不比张三丰轻 但是结果呢 扫地僧随后就带着两名被打昏的绝顶高手狂奔 肖峰和慕容复全力追赶 追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绝不可能追上扫地僧 差距太大了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 除此之外 在疗伤这个环节 扫地僧也明显胜过张三丰 张三丰自创的纯阳无极功修炼了七十年 配合自己的童子之身 依旧无法去除张无忌体内寒毒 扫地僧就不一样了 他藏于暗处 却对慕容复 肖元山 揪魔智三人 身上的隐积了如指掌 甚至在拍倒肖元山 慕容复之后 还能利用阴阳护记之法 让他们二人涅槃重生 的确匪夷所思 这几项比较下来 扫地僧的武功 自然是明显高于张三丰了 第三位就是阿清 看过《月女剑》的书迷会知道 少女阿清爱上了范李 却意外发现范李还有一个心上人 西施 得知此事后的阿清勃然大怒 他手持一柄竹剑就冲进了王宫 面对两千名全副武装的假释 阿清却能在眨眼之间 将两千假释的兵刃解除 只听得羌铃铃铃铃铃响声不绝 那是兵刃落地之声 反观射雕散布局里的顶尖高手 他们在面对千军万马的时候 显得力不从心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黄荣 伊登 黄药师 周伯通 英姑 陆无双 成英等人 曾妄图潜进蒙古大营 不料 群雄没走多远 就被哨兵发现 于是 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金庸写道 陆无双腰间中招 周伯通背上中了三剑 须眉头发 被火烧得干干净净 两人受伤甚是不轻 陈英 黄荣 英姑 也均受剑伤 只是所伤不在要害 伊登和黄药师 均身通一道 看了周 陆二人的伤势之后 都是愁眉不展 半赏 说不出话来 张三丰 同属于 射雕三部曲里的人物 他的武功虽高 也不可能 以一人之力 击败两千士兵 在陆顶纪当中 已经设全书 数一数二的高手 龟心术 加上老婆孩子 一共三人 行刺满清皇帝康熙 干掉了三十多人之后 就全军覆没了 扫平两千越甲 哪有那么容易 张三丰做不到 张无忌做不到 这样比较来看 阿清的武功境界 也凌驾于张三丰之上 看到这里 有的网友会说了 达摩祖师和独孤求败呢 他们是否超越了张三丰 在侠客行礼 金庸曾借着 屎婆婆的一句话 道出了他自己的言外之意 屎婆婆道 就算是达摩祖师 张三丰真人附生 也未必能在一日之中 打通我全身塞住了的筋脉 可见金庸的意思就是 张三丰和达摩祖师 属于同一级别的高手 一个是道派的泰山 一个是佛派的北斗 更有意思的是 金庸还在侠客行礼写道 张三丰武术通神 所创的那家拳掌 游在少林派之上 达摩祖师乃是胡人 殊不足道 张三丰祖师 才算的是古往今来 武林中的第一人 可见在金庸的笔下 达摩祖师最多只能和 张三丰并驾齐驱 甚至还略训张三丰一筹 另外 独孤求败 为何无法超越张三丰 我们打开天龙八部 翻到第38回 看看虚竹 怎么用天山折眉手 夺下剑神 卓不凡的长剑 就知道答案了 不知道大家 对张三丰的武功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可以